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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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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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位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程师 郭良 今天我们的电力并不缺乏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拉闸限电 目前有些城市缺电 有两种 第一种是电力不缺 缺电量 就是我有这些发电的机组 多专重这个工作时间 我能满足你这个城市的需要 我自己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有能力不发电呢 这种就是跟我们国家的电源结构有关 我们国家的电源结构 还是以火电为主 电源的价格 双控的要求 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也导致我们那个电源有所供应紧张 当然我们那个电源 还有的时候 由于其他的需要 用了一些电源供应紧张 火电反而出来电量就少 那么我们正常说用电这个事 就是一头是工端 一头是虚端 企业需要大量的这种电力的支撑 所以需求端增长速度是要超过 我们的工需端的发展速度 这是一方面 咱们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 现在咱们这个能源结构 火电占大部分 那么火电占大部分就意味着 它不属于清洁能源 我们为了节能环保 我们一直在降火电的 在电力供应里边的比例 那么我们希望清洁能源能替代它 在这个替代的过程 就会出现一定的动态的不平衡 它可能在某一段时间 或者一个窗口期 甚至一个地区 突然间它需求量大 你供不上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这种 局部的这种电力供需 不平衡这样一个情况 整个的能源一直是在涨价的 这其实是受国际的能源的 价格供需的影响 煤一直在涨价 但是咱们看 我们用电 无论是民用电还是工业用电 电价是没变的 那么电价没变的情况下 煤已经翻了 翻翻了这样一个价格 那么整个的发电厂 还是跟这个相关的这种单位 它的运营成本和销售的利润之间 其实是非常吃紧的 那简单说 我总不能做赔钱买卖吧 那我买了这些煤 给你发了电 最后我每烧一吨煤 我还要亏几毛钱 那这个我就没有动力 再往下进行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需要保证最基本的 就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火电呢 是相对在发电的过程当中 排放比较多 很多人说水电那么干净 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大力发展水电 水电为什么没有火电发展那么迅速 我们国家水能资源 应该比较丰富 用场量达到6.8亿千瓦 位居世界还是比较前面 但是我们国家的水能资源 分布不均衡 主要集中在中南 华南 特别是在西南地区 目前大部分都已经开发利用完成了 到8月底 我们已经水电开发利用的 账机规模 达到3.5亿千瓦 生育部分没有开发利用的 基本基础在西南地区 特别是在西藏 所以我们这些开发的位置 它比较平原一些 它比较平原 是不是给书电带来了一些困难 对 一个是书电 进出这个交通 我们修大这个水电站 交通也是很需要的 第二个方面 大型水电站那个修建 它是多种因素的资源 一般有做技术方面的 经济方面的 还有环保 水报方面的一些评价 大比方 技术方面的 我这个地方修个电站 选择这个地方电站 交通条件怎么样 我这个水温和泥沙怎么样 地形能不能展开 我这个低质条件 适不适合建这个电站 有没有大的断层或者破碎带 影响大坝的稳定 虽然是水电是清洁能源 但是它具有很多的特殊性 对这个地势环境要求 对 由于太阳能光复 和风力发电的 它这个不连续波动性 和水激性的特点 它不太好 削纳 吸收 电能质量不稳 我如果在这个地方 建一个初速训练电站 作为风电光伏 这个配套的电站 用以削纳 光伏风电的电能 改善光伏 这一道路 环境特地的电量 可以用不稳定 这个是一道路 明镜的电话 甚至是一道路 可能的也不损佈 这种还是一个 有专用力的 已经从此专门 那里 是 分 感谢观看 优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抽水虚能电站 之所以能成为电力系统 零和调节电源 最大的作用 它既然抽水又能发电 抽水的时候它又消耗电 发电的时候它又提供电 它就很快能够实现电网 两边的发电和用电的平衡 我们说发电厂有个特点 就是它不希望 你需要的时候我就给你发 不需要的时候我就停 这是它是干不了的 我们说发电厂一旦工作起来 我希望不停机 一直都是在工作状态 但是我用户的用电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 我这个大家都要工作 那工厂都开工 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 开工的工厂就很少了 那我白天需要 比如说我需要100度的电 晚上我可能只需要30度的电 那这个时候发电厂受不了 我没法给你 白天需要100我就给你100 晚上需要30就给你30 所以它希望还是按100给你输送这个电 那我们都知道电能是不太好储存的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方式 把电能给储存起来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物理上有一个说法 就是能量的转换 你最开始来的时候都是电能 电能来的时候呢 我在低处的地方放一些水 然后靠着你的电能 把我这个水做工 把它都抽到高处去 那这个时候电能耗掉了 剩下的就变成水的重力势能 它从低处变到高处去 它就在这个位置 具有一定的能量了 那这个时候电能就以这种 重力势能的形式把它储存起来了 当我想要这个电能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水从高处给它放下来 放下来的过程中 它冲击发电机 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水电站了 起到了一个发电的作用 我们的所谓的抽水蓄能电站 就起到这样一个储存电能的 这样一个作用 抽水蓄能电站 它拥有上下两个水库 上水库位于高处 一般由开挖田柱而成 下水库位于低处 多利用天然河流节流而成 上下水库相通 当电网系统中有富裕电能时 就利用电能将下水库的水 抽至上水库 将电能转换为水的势能 储存起来 当电网系统中电力不足时 通过放高水库的水 将势能转换成电能 进行发电 利用上下水库的一抽一放 实现灵活调节电能 确保电网用电 安全平稳地运行 它这个电能的转换率怎么样 抽水训统电网 一般的转换效率 我们也叫做综合效率 就是75%左右 它要根据我们抽水训统电网 在商下水库这个水道之间 是不是有漏水 因为我抽的水 你漏掉的一些会有损失 抽到商水库 看商水库漏水量大不大 另外蒸发 对水量损失有没有影响 如果这些都能够管理得好 同收集中运行得好 我们那个综合转化效率 也可能达到80% 刚才刘老师说 我们80%的这种效率 可能有的观众 并不是特别理解 觉得你本身 不就是一个充电宝吗 你不应该是过了100度电 你存起来还是100度 最后你给我放出来 还100度吗 怎么变成80了 那么这个能量损耗 是不可避免的 咱们举一个 比如说冬天 咱们在屋子里面 用电来加热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 电暖器和空调 那么我们用电暖器 你会发现它的热效率 就要低于空调 有的空调做得好 能达到40%左右的 这样一个热效率 也就意味着 你拿的这个电 只有40%左右 用来产生热了 而我们的电暖器 甚至可能会更低 甚至是30%甚至更低 那也就意味着 大量的这个能量 其实都消耗掉了 而我们用这种 机械的这种方式 能把这个电能 储存进来最后 释放出去的时候 还能达到70%多 这个其实这个能量效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很不容易的 这个成本怎么计算 抽水需的电站 像一个大的用电大户 所以我们就抽水的时候 利用电网用电 这些符合 低谷的时候 多余的电能 相当于这个电能 它这个成本 又相当于低一些 我就把它低成本的电 买过来 我来抽水 到用电高峰的时候 我把它发下来 就成了高价值一点的电能 抽水需能电站 还有什么好处 当电网发生事故的时候 我们那个新硕 启动发电 投入使用 能弥补电网 发生事故的时候 造成的影响 从水需能电站 作为事故被用 它开机到满浮 它这个速度很短 三到六分钟 我们就叫 开机新硕 启停灵活 它可以做事故被用的电源 整个区域电网 发生大密集体跌的时候 就是我不能照明了 全黑 全黑的时候 我这个电网 不依赖其他的电网 提供的电源 我用靠我这个电网 内部的一些 发电站的那个技术 内部的循环 它能够靠它自身的能力 就自己启动 像黑启动这样的技术 是仅存在于蓄能水电站 还是很多传统的电站 水电 风电都具有 常规的水电站 火电站 包括核电站都可以 但是它们的黑启动 有时候难以实现 为什么 因为它有自备的电源的量 比较大 你像核电站 它那个管路 其他的这个辅助设备 比较多 它用柴油发电机做 备用电源 不一定能够 这个电量能够 带得起来 带得起来 火电站也是这样的 抽水迅动电站 它用的 自用的备用电源 它少 而且方便 我们的抽水迅动电站 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职责 就是防止这种 大面积断网停电的时候 别人都起不来 那我先起来 那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比如说我们烧炉子 那么我们都知道 木材 纸 它就特别容易点着 你把它点着了之后 你可能再用它的能量 再去把碳和煤才能引燃 那我们的电站 其实也是类似于这样 如果全网全黑掉了之后 就没有任何的电能的 这种形式 那我就希望有一个 相当于有个小火苗 我引燃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抽水迅动电站 相当于是那个纸 或者是那个木材 它轻轻的一点 我只需要很少的一点能量 我就能把它激活起来 你就可以正常 全负荷工作了 虚能水电站 可以大面积地推广吗 我们抽水迅动电站 那个要大规模发展 还是收它这个限制的元素 地理位置 地形地猫 是不是有水 生产环境等等的影响 一般建在 你用电符合 稍微近一点的地方 好一些 它能减少用电 输送电的损失 第二点 抽水迅动电站 建在哪个地方 还是跟电网的需求有关 要不要建 我看主要还是看 电网有没有这个需求 如果电网没这个需求 那觉得没必要建 这些钟 要打开 是国家交发展 儿子 都不确定 这就是 的 这部分 进行 明镜 我们 使用 我们 看 看到 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相应也降一些了 它相对于常规水电机组 它又便宜一些 它这个技术有进步 也发生成本很低了 国外有类似的先例吗 国外我们 重水性能电站发展的历史 有一百多年了 我们国家是在1968年 首带重水性能电站建起来的 已经有五十多年了 随着我们国家 五十多年那个 重水性能电站的发展 重水性能机组 自主研发和制造的水平 那个是显著提高 有的甚至已经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举个例子 重水这个钻龙的技术 阳江重水性能电站 已经研发的是 单机容量 四十万千瓦 是我们国内 重水性能 单机容量 最大的技术 丰林重水性能电站 它已经在自主研发 可编锁的 重水性能机组 到目前 我们国家 这些机组厂家 它以自主研发 制造的 我们发电的水头 六百米 几下的 高转硕的 大農料的机组 这个技术 已经在世界上 是处于领先水平 如果我们的技术 不断创新 可不可以在国际上 去推广 而还可以带来 很多的经济效应 重水性能电站 这个建设 最开始是 欧美西方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那个 装备制造技术 施工技术 运行管理的技术 我们也处于 领先水平 我想 接下来我们 像大水利一样 组出去 像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 等等这些国家 我们都是可以 去建设 重水性能电站 它最终建的 这个目的 最主要的一条 就是它是用来 用户有需求 尤其是 整个全世界 现在都提倡 节能环保 不要有过多的污染 那么这个时候 火电的比重 一定会降低 随着清洁能源的 比重越来越高 那么抽水性能电站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维持它稳定运行 这样一个手段 那我们认为 它往外推广的可能性 也很大 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在维护的过程当中 是否也涉及到生态平衡和环境的保护 除水性能电站和水电站 这些大的工程建设 应该都会 减少环境保护 一般来说 我们会隐格设计 环保设计 或者评价这些意见来实施 隐格按国家 对生态红线 相关规定 进行规划补制 我不能占生态红线 尽可能减少占地和资费破坏 当然我们会提前 对一些珍惜的植物 移栽或者进行保护 也给一些珍惜的动物 预留或者规划它一个 潜移的浪道 其他的环保 像水环境 生环境 大气环境 固体飞机物的处置 等于我们掩盖 指定专项的环保措施来实施 同时也加强 健厚的生态环境的修复 这种环境的影响 基本上可以消除 它给百姓带来的受益 和不良影响之间 这个关系是怎么平衡的 应该是带来的好处 更多 因为大家能够感受到 我们从水训论电站 建起来以后 我们可以保证电网 更平稳 安全一些 那我们老百姓这个生活 你生产受的影响少一些 第二点 我们一般从水训论电站 建成以后 开发完成的时候 我们进行生态修复的同时 会把它打造成旅游景点 老百姓 特别是在附近的老百姓 可以接触这个旅游景点 它开展旅游 开展旅游经济 改善自己的生活 包括我们建设计 我们有采取好控制包泊 那个降低 包泊的震动和造成 对老百姓的影响 我们对水托保持 进行监制和保护 进行隔离或者遮挡 有的是 有的设备底下 我们搞缓冲震动 降低这个造成的影响 我们对这个污水 收集处理 进行打标排放 把撒水降成 降低这个空气的影响 等等 对老百姓 没什么大的影响 从我们这个 蓄能水林站的角度来讲 对未来 碳中和碳达峰 我们起到的作用 和努力是什么 在我们行业内 有个共识 从目前来看 从水训冷 技术是最成熟 它全生命周期 碳减排效应 最显著 经济性还是最好 最具备大规模条件 开发的 它可以辅助电力系统 进行零和条件的一个电源 同时 从水训冷电站 又是我们国家 构建以新能源 为主体的 信息电力系统的 迫切的需要 也是保健我们电网 安全 平旺 运行的 重要支撑 这有利于我们推荐 我们可再生能源 大规模发展 这是我们实现 2030年前 摊大风 2060年前摊中和的 一个重要方式 所以我们加快发展 出水训冷这个业务 这个实质毕竟 像我们这样的 虚能水电站 未来发展的规划 大体是什么样 根据我们国家能源局 制定的 出水训冷的发展目标 我们这个是45 又开工建设 1.8亿千瓦的 出水训冷电站 到2025年 投产的出水训冷 总规模 就达到6200万千瓦 155 又开工建设 8000万千瓦的 出水训冷电站 到2030年 投产的出水训冷电站 总规模 又达到2.1千瓦 165 又开工建设 4000万千瓦的 出水训冷电站 到2035年 投产的出水训冷电站 规模 又达到3.1千瓦 就是说 未来我们出水训冷 那个发展 这规模还是比较大 前进很好 第二个方面 出水训冷电站 这个站址 不是很好选择 所以我们下阶段 要尝试 利用梯界 这个水库电站 来建设 混合式出水训冷电站 我们的梯界水库 代表我们的厂家 现在有我们三峡集团 开发电站 上面有乌东德 百合潭 西路度 相加坝 各族坝 这一流的电站 都是运在这个河流上 我们就是提及水库电站 我们可以利用 两个提及水库电站之间 它的落差 这个落差 来建立 混合式出水训冷电站 我们大的电站 已经有专门的输电线路了 我可以给它 留那个间隔 利用它这个线路 一起输送电力 第二点 我们可以结合 这些飞机的矿坑 来建出水训冷电站 我们有的建的这个采矿 有的一些矿坑 我就把它作为下水库 或者上水库 来利用起来 就是没有自然资源 寻找人工资源 对 那个飞机的矿坑资历 它本来也要环保修复 也要花钱 我们能够结合了 开发出水训冷电站 第三个 我们可以 因地之以地 发展一些 中小出水训冷电站 你刚才讲的 我这个又有的高差大 上面那个地形好 我可以建一个大一点的水库 对 我建一个大的规模的 这个出水训冷电站 有这个山头小两个三百米 我那个地形又输先知 不能建那么大的枯荣 这个上水库 我就可以建小一点的 出水训冷电站 总的来说 大中小的出水训冷电站 都能够发挥 它在电网中的 零和条件的作用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也不是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 如果您想了解 我们更多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APP 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我是盛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